這樣子要在聊多久? 小嫻三十分鐘 你剛說他有眼磺痕累,有哭是不是? 他進來是哭的,那我真的也蠻心疼的 因為我這幾天,我自己也生病,沒辦法 你也知道我們關心,我知道我也怕打擾你 那其實最關心他的,我說你還是要對你爸爸 他說他爸爸也鼓勵他,能夠勇敢的走出去這樣 我說真的要好好孝順爸爸 不是我這個爸爸,是那個 那其他的他現在也蠻平靜的 能多兩三個月他現在會處理好他的事情 他一個人在外面住 我說有什麼需要跟我們講 那他也轉達了那個莊總 就是過去白事,現在的大儀 也很溫暖的傳了簡訊給他說 小嫻這裡永遠是你的娘家 你想回來隨時回來 我們工作團隊永遠隨時歡迎他 也希望他趕快投入工作 他現在摩前擦掌,拭目以待 他是很想在工作 所以我們希望觀眾朋友也多多鼓勵的 希望他趕快回到我們工作的軌道上來 因為今天週刊有寫說 男生那邊好像有想要複合 可是他剛剛是否認 那瓜哥覺得贊成他們複合嗎 這種東西就是風傳風雨傳雨的 我們也不變自平 沒有真正碰到的我們不敢去講說什麼的事情 我剛剛講的話是因為小嫻 在昨天裡面有跟我表達這些事情 所以我敢講這些事情 其他我不清楚的我實在沒有辦法 聽他回答什麼 那瓜哥給小嫻什麼建議嗎 我說要相信愛情 不要害怕 他其實也沒有說 我說你就是應該要找一個 年紀大的 沒有小孩壓力的人 本來是我啦 但是 高雄夢時代跨年派對 耶 歡迎大家一起來跨年 耶 而且我說 我說那種心境我可以當父親照顧你 你應該找個像父親一樣的這樣照顧你 爸爸在了解男人在想什麼 不是啊 你最擔心 就像我擔心我的女兒一樣 將來也要有人陪伴嘛 不是女兒 小嫻還有女兒的對不對 小嫻將來也是須必要找一個伴來陪她 未來人生還這麼長 對愛情不要害怕 還是要有憧憬 就找一個可以愛你 照顧你一輩子 也不要讓爸爸擔心 就這樣 那你會覺得 希望小嫻未來還是要有自己的小孩 他也在努力這部分 我想每個人 沒有到最後不會放棄嘛 他一直都非常的希望能夠 走到立法院去督促 希望能通過那種所謂的 代理運 我說對 很多人都期待你 是啊 你知道我們立法院都拖很像牛布一樣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在跟時間賽跑 對不對 一個法案通過都五六年了 請問女生有多少青春可以等 所以當然我們也 他說如果這樣做你會支持我 我說我們大家都會支持你啊 因為實際上台灣很多婦女高壓力關係 要照顧公婆 要忙工作 要照顧先生 所以壓力很大 經濟環境 整個社會環境 這種元素之下 我們希望立法院也盡速能通過代理運 讓大家想要小孩子 都擁有小孩子 合法啦 合法 所以柔安姐也在努力 欸 怎麼又問到這裡來了 2018高雄夢中 太快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要錄影了 謝謝 五分鐘啦 謝謝 五分鐘啦 你有話要對何守真說嗎 沒有 沒有 謝謝 好好謝謝